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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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先生, 可不可以說說案發當日的情況 那天晚上, 我突然很想吐 之後就去廁所 然後有個混蛋的口吐著我 把我過頭撞到牆上, 弄得爆炸 實在說 你看到是誰襲擊你呢? 我被人勾到無法呼吸, 看鬼倒嗎? 我進去的時候, 冠仔已經在這裡敗堆 冠仔是否就是被告朱冠彬? 是 是 你說看見他在這裡擺堆, 是什麼意思? 就是炮石柯市的意思 他看不看得到你? 當然看得到 是 法官閣下, 請證人看看證物P1 照片裡的廁所 是否就是你所說的那個廁所? 是 是, 如果蹲下如刺的話 其實看不看得到隔壁呢? 當然看得到 不然我怎麼知道他在這裡敗堆 之後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的頭流血, 趴在地上 頭很痕很痛 在無無糊之間 我聽到有一把聲在這裡說 冠仔, 你幹嘛打人? 你認不認得是誰說的? 好像是詹Sir 你在監獄裡有沒有試過跟別人爭執? 有, 蹲在裡面 不少不少也會有牙齒印 我這期就是跟冠仔炒得罪金 因為什麼事? 有一次, 我不小心踩到他 之後有一次他又說 我故意拿回牠先進去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一直不破我的 歷史, 在你遇襲之後 你聽到焦Sir說 冠仔你幹嘛打人? 這句話是否你聽到 焦Sir所說的第一句話? 是 在這句話之前 你有沒有聽到任何人說話的聲音 或者打架的聲音? 我被人打完之後 個人已經悶悶悶悶悶 我聽不到 焦Sir說完那句話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反應? 冠仔說焦Sir冤枉他 焦Sir又說一口咬定是冠仔 好像是這樣 那後來呢? 之後其他警察進來了 由你聽到焦Sir的聲音開始 到其他警察進來 依你估計過了多久? 我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焦Sir什麼時候進來的廁所 我也不知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焦Sir在你吐的時候進來 還是你被襲擊的時候進來? 我還沒被人打架之前 已經又暈又吐了 我誰知道這麼多? 由你遇襲到其他懲教次職員 到場增援之前 焦Sir有沒有入過你被襲的屍甲? 沒有吧 其他警察扶我出來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個人醒來一點 我張開眼睛看過 那個不是焦Sir 你和被告不和 懲教署的職員知道嗎? 當然知道 有一次我和冠濟達得特別金 我們倆被釘水記 釘水記是什麼意思? 就是隔離囚禁 除了被告或其他囚犯 有沒有和其他人發生不愉快的事 包括懲教署的職員? 有, 我拼過焦Sir幾次 最後一次還要是我大哥幫我寫信 一起拼他 你什麼事要投訴他? 我覺得他做事大細超 我懷疑他收規幫其他囚犯做事 本人焦婷柔, 謹以真誠發誓 所說之一切, 全君屬實, 並無虛言 請問你在懲教署擔任什麼職位? 我是一級懲教助理 負責駐守赤柱監獄 可以說說案發當日發生的情況嗎? 那天大概晚上七點鐘 我看到受害人石海星進了廁所 後來我聽到其他囚犯說 被告朱冠彬他都在廁所裡 因為他們之前有些職員 我擔心會出事 所以我就進了廁所巡查 你進去看見什麼? 我看到被告用手固著石海星的頸 不斷撼在牆上 當時受害人, 頭部血流 當時你怎麼做? 當時我立刻駭停他 但他沒有聽我的勸語 繼續把他的頭撼多兩下 被告和石海星之間有什麼職員? 被告曾經把石海星都推過牆 弄得他受傷 照相, 在進行盤問之前 我想你首先看看 在案發當日 閉路電視所拍到廁所門口的情況 發光閣下, 是證物T4 錄影的時間是案發當日的六點五十八分 你怎麼看見被告襲擊石海星? 你怎麼看見被告襲擊石海星? 是 是, 被告走進廁所的時間 是晚上六點五十八分 再過三分鐘之後, 石海星進去 再過一分鐘, 你進去 你進去之後再過兩分半鐘 懲教署的職員 收到你的增援要求之下趕到來 是不是這樣? 是 房間閣下, 請看證物D7 D7是赤柱監獄控制室的記錄 裡面記錄了證人在案發當天 晚上七點零五分 通過對講機要求增援 而另一位當席的職員 在一分鐘之內趕到 趙先生, 由你在案發 當天晚上七點零二分進廁所 到了七點零五分 你要求增援這三分鐘裡面 廁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又看到什麼? 我在刺客裡面 看到被告把石海星的頭 砍到牆場上 石海星他掉落地 然後被告他轉身向我目露空崗 我想拿對講機出來要求增援 但是他突然向我襲擊 然後我就跟他糾纏了一會兒 後來呢? 後來我把他壓下在地上 我拿出一對講機出來要求增援 你們怎麼糾纏 他用雙手襲擊我 我是基於智慧的情況下 使用最低的武力打了他一槌 再渴停他, 問他你為什麼要打人 被告有沒有回應? 他回答我說沒有 還問我為什麼要冤架他? 案發的時候有沒有人進過石海星的次駕? 沒有 根據你上司掌聞的口供 在案發當日 他在更衣室換衣服準備下家的時候 發覺西服上少了一顆樓 他說還跟你提過, 有沒有這樣的事? 是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沒了一顆樓嗎? 沒問題 你在案發那天上班 有沒有發覺你少了一顆樓? 沒發覺 但是不見了一顆樓 這是很平常的事 你最近是不是被石海星扣訴? 是 你上司對這件事怎麼處理? 他說這件事正在調查 暫時沒有結果 放一個下, 那沒什麼問題 有什麼事… 我來想解釋 沒有說你 可管… 有甚麼事… либо… 有一台車營 不是一個人 是 可管… 是 不要… 放開, 放開 放開, 放開 放開 喂…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你? 你今天不是上庭嗎? 是呀, 但那個Lay Car人 突然說要認罪, 我就早散了 不用了, 你昨天也幫我幫得這麼晚 我在這裡弄好證人證供就行了 不只是幫你一個 我又想幫龍哥, 又想幫冠仔 一個案子可以幫我三個朋友 誰去找? 這樣… 不如你幫我倒閉明天上庭這班 我都排好了 你幫我放一個黑色行李箱就行了 好嗎? 謝謝 對了, 龍哥的檔案是誰? 那個? 那個嗎? 龍哥原來叫陳強 這些名字真是一街都是 我想我Trambert數上也有三四個 我還沒空看 我只看他證人口供 背景資料還沒辣 他這裡就說他… 他是壞綁架勒索 綁架勒索? 是呀 怎麼在那邊 來吧 我看見你了 事實上 有發現嗎? 任大狀, 蒲律師 又來幫忙? 是的 這樣, Paul收到監獄的電話 說龍哥不知道什麼事受傷 明天可能上不了庭 龍哥受傷了?嚴重嗎? 不清楚 你以為他會臨時肅沙嗎? 怎麼這麼巧?明天上庭, 今天受傷? 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告訴我們千萬千萬不要壓殺 所有住在一個殖人身上 別心急了, 做完後 明天我們見招、賊招 知道 Paul, 你去吧 魚腦包酒醬, 薯條酒鹽 怎麼了?看完資料後 好像很不對勁 他是我爸爸 什麼? 他是我爸爸 龍哥是你爸爸? 什麼?你爸爸不是死了嗎? 你不是認錯人嗎? 出生日期, 飯我日子都吻合 還會有錯嗎? 你真是說你媽騙你, 說你爸爸死了? 他以前很胖, 現在瘦了很多 難怪我不認得他 別這樣 這件事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他現在是好人了 他應該知道後悔了 後悔沒用的 癡頭不會上山的 是在鑑山餓死的, 八歲而已 爸爸, 我小時候蠢, 是師頭教英文 我頑皮, 老師要學抄 是師頭陪我抄 我媽媽遲來接我, 是師頭陪我等 從幼稚園到小學 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他那時候也是想求財 他不是有心害死同學的 不是他爛倒, 我們要弄成這樣 他坐牢的時候, 媽媽還抄著一谷 那女死師之後 我們家人就永遠差一條人命 差一條女兒 就像鐵人債一樣 這輩子都沒得還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他的 這件事, 我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包括你媽媽 我們這麼多年都沒了提起這個人 習慣了沒了他 就算他回生, 我們也當他死了 明白 謝謝 阿花 以後就算發生甚麼事 我都會陪著你 阿花 我都會陪著你 我弄成這樣的犯罪,真是失禮 你被人打成這樣,你得罪人嗎? 是不是有人想阻止你出庭? 野雞打我,叫我沒那麼多事 搭完我之後還誣我動手打人 還找兩個男人出來做精人 如果有人威脅你,恐嚇你 你可以跟法官說 我走得出來,遇到很多事情發生 昨天,冠仔我當了是兒子,兩季爺沒計算 根據你之前所給過的口供 你說在案發當日,當你撿起我眼鏡之後 你第一眼就看到石海星 閃閃一色的趴在刺隔那裡 你有什麼反應? 我很怕想走 之後一轉身就看到 焦Sir已經站在刺隔外面 然後一拳撿過來,還問我 冠仔,你幹嘛打人家? 當時你有什麼反應? 他明明是冤枉我,他還馬上打人家 那當時石海星是不是清醒? 我不知道 我看見他趴在刺隔內,動也不動 牠有很多血 繼續說,對不起 在監獄裡 你有沒有跟Jill Sir有個任何爭執 不論大與小? 沒有 那石海星呢? 她常常哮嘮嘮嘮,大家都不順眼 不過最近已經忍住她了 那當日案發當日你在廁所看到她 她有沒有看來不順眼? 當日大家都病得七彩 不是, 我有王安, 他有他嘔吐 你說我打他真的冤枉我 陳強先生 案發當天晚上八點鐘, 你在哪裡? 警官叫我洗廁所, 我就去洗廁所 那你去洗廁所之後怎麼樣? 我一進去洗廁所發現其中一格很髒 地上有一塊髒東西 還有牆上有一些血跡 我不管太多 然後用水擦地上那塊東西 還有擦了牆上的髒東西 之後怎麼樣? 之後被我發現有一顆樓 我上去看看那張照片 照片裡的那顆樓, 是不是你見過那顆嗎? 是 你可以清楚告訴我們 你發現那顆樓的時候 究竟在地上哪個位置? 當時我是用水去擦地上那些髒東西 就發現那顆樓 那顆樓應該是那些髒東西裡面 房間閣, 在我左手邊的是懲教署的制服 右手邊這張照片是證人撿到我的樓 兩張照片對比一下 你會發現樓是一色一樣的 我想把它作為情堂證物 D3和D4 之後你怎麼處理那顆樓? 因為我認得那顆樓是阿Sir的制服樓 我還是有人留下來, 所以我收起來 那為什麼你要收起來呢? 因為案犯的時候, 剛巧我在廁所附近 我聽到罐仔在裡面大聲叫 不關他的事 他還叫了赵Sir不要冤枉他 那跟你收起來那顆樓有什麼關係? 赵Sir在廁所走出來的時候 他的制服上面不見了那顆樓 我收起來 因為我直覺覺得這顆樓是證據 那為什麼你不報給阿Sir知道? 報給阿Sir知道有用 我想請問你身上的傷害是怎麼得到的 我一天被囚犯打的 他們說我太多事 太多事, 有什麼意思? 可能是我出庭作證的 陳先生, 你收到樓有跟其他人說嗎? 沒有 那就是說, 沒有人知道 這裡也沒有人看見你是在什麼時候 和哪裡收拾樓回來的 我舉報時, 阿Sir就知道了 你會怎麼形容自己和被告的關係? 我叫罐仔, 他叫我爸爸 你們是父子關係的嗎? 不是 不是, 是因為我們經過頭契 因為對話, 所以你為了他作個故事 希望可以幫他脫罪, 同不同意? 我是說出事實, 不是作故事 是, 心情好一點了嗎? 不好, 是不是你讓我先凹幾槌嗎? 那就是沒問題了 昨晚拿大關刀出來, 耍了兩小時 兩小時? 不用說, 你當然出力 當自己在劈勾一樣 就這樣吧 你昨晚不是叫我想一下 那個壞人有什麼好嗎? 我叫他開做龍哥 你突然叫他壞人, 我有點不習慣 就是那個壞人教會我手大關刀 起碼也留一身好武功給你 還有就是換鎖 其實你不做大律師也有很多事可以做 你可以幫人開鎖, 也可以教人打功夫 好 還有綁票, 六粒, 爆價 你自己說而已 好, 請看 小碧 師父, 你們找我嗎? Holly, 你看見那個Eric Chan嗎? 你在上次擒行練擒秀 需要保險的那個嗎? 我記得 你幫我發封電郵給他, 吹吹他 告訴他一個月內再不走律師費 我們會有進一步行動 好 還有大亨海外信託 拖數就拖數 好, 藉口就是輸了官司 那我們是不是要出帳給大亨? 這一家 遲些再不肯賺錢就當作白費 那我們不是白組? 傻丫頭, 除了打官司 還有很多小事 將來你升上去做伴侶 做老闆你就明白了 怎麼樣?你實習完之後有什麼打算? 我還沒想, 只有一段時間 你們的兒子喜歡去大行做, 眼界會比較闊 不過如果不怕辛苦的話 留在小房做一腳踢 學習的東西會更多 我會考慮清楚了, 謝謝師傅 那我先去查郵名的電郵 你還沒回覆我, 你今晚會不會出現? 怎麼了?有事嗎?有事先走了 我先回房間跟昊芳回覆一下 你還以為你不來嗎? 還以為你不來 我在山館之前二十分鐘說到 也算有誠意了吧? 真是,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吃吃 那你這裡走十分鐘, 什麼都走光了 我每次去羅頭宮看蒙羅麗生的幅畫 我們去羅麗生的幅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sorry,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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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elle和Quinta. 我們認識的. 坐吧. 謝謝. 找Cicca沒什麼事吧? 她老公在美國開會的時候中了風 她飛去看她也很趕 她叫我告訴你不好意思 這次麻煩你了 不用客氣 聽聞這個女生有點麻煩? 她說這個女生一時就認罪 一時就不認 所以第一時間就要搞清楚的想法 好, 今天大概就這樣 好, 今天就大家 下星期一我們要見這個女生 到時候就可以替她清楚的想法 我送你出來 好, 再見 這女生真的做過回家嗎?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做 這樣就一輩子 我是方律師 這位是鄭大律師 那位是齊大律師 另外這兩位是建閘大律師周先生 和唐小姐 那直接叫大律師來跟我談就行了 都不知道你整處人來幹什麼 我們個個都是想幫你的 我做事的方式很簡單 我問什麼你答什麼 看你問什麼 合工被控兩條控罪 侵犯人身罪條例第二條謀殺 以及公眾衛生及事證條例第一百一十二條 非法處理屍體 謀殺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清楚嗎? 我還未夠十八歲, 告我不進去 這次要視乎法庭怎樣看你的態度 如果你真的沒有負義的話 沒什麼是不可能的 對不起 看看可否跟控方談到 用四十七絲殺鷹代替謀殺罪 不過你仍然會有兩條控罪在身 你可能要再七年 首先我要知道為什麼你要棄嬰 還怎麼要得下?抬了十個月 還要帶他出來?我還要出去見人 一個人生孩子, 生叉燒嗎? 你什麼事?你有什麼資格說我? 不如我們出去談吧 我知道他的態度不太好 其實他的身世很慘 他不合作, 我們幫不了他 他根本像住自己一輩子 像住自己沒有爸爸, 橫向來 我也想不到他變了這麼多 但幫了他一次 我怕很快就會因為另一件事 他又被人抓不來 不如你再跟他談談吧 大家都有心幫他 這些妹妹我們見慣了 不可以硬來, 要慢慢哄 怎麼會這樣? 早安 早安 要不然撞不到, 撞到打對家 還要是兩個前輩子一起打你 你說是對家還是冤家 好嗎? 跟Ashley合作成功 不錯, 大家都是工作的人 早安… 早安… 有空嗎?有事想跟你聊 好, 慢著 Dyton 是 談兩句 好, 怎麼樣? 對於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說 你推掉這麼大的責任 她分分鐘會終身監禁 是不是過分了一點? 我猜猜一下 你是不是想用四十七師 來代替謀殺? 非法處理屍體, 你放過他吧 有誰殺完人之後 不需要處理屍體的? 你覺得開教要你的狼? 你這樣, 他這時候玩完了 被告在被捕的時候 情緒冷靜 而且完全清楚他自己在做什麼 有加上之前有精密的部署 生了孩子下來之後 想辦法不要他 你只是等同謀殺 不是一般的殺嬰那麼簡單 冷靜 是因為已經隔了幾天 他生了一個寶寶 他怕被人發現 一時情急之下才會出此下策 而且法例也清楚列明 如果當時武方是情緒不穩的話 是應該列為殺嬰的 直接拖到廁所裡 和他生了之後才沖到廁所裡 是有分結的 任大狀請你小心你的用詞 是生兒子, 不是拖兒子 生出來有生命, 我是沒有的 好, 抱歉 我收回那個寶寶 四十七師還是謀殺? 謀殺還是殺嬰? 情緒很不穩定的時候 他可以冷靜到用膠袋包著 才沖到廁所嗎? 會 會 怕起來什麼都會 怕起來有什麼做不出來? 如果那個寶寶 在還沒洗到廁所之前 已經被膠袋焗死的話 那就簡直是謀殺 也沒有證明自死的原因 是因為膠袋 寶寶可以因為排水道的低溫 而凍死 好, 我同意他還沒成年 甚至還沒成熟 但是他有十個月的時間想清楚 能否生他下來 你沒做過媽媽, 你怎麼知道? 你沒做過媽媽, 你怎麼知道? 考慮撤銷了非法處理屍體 這宗案件和以往的棄嬰案 是有所不同的 而且已經超過了法定的四十八小時 所以你可不可以談 如果改四十七師, 讓他肯定應嘴 我會問他 好 如果是的話, 要跟老爺說一聲 然後延續開庭 好 現在跟控方聊天 是否改喉你殺嬰兒, 而不是謀殺 有分辨嗎?只是那塊東西 不香也香了 不要這塊那塊, 你也是媽媽生的 那你認有做過, 是否肯認罪 發 發官閣下, 新修訂各個控罪 第一項控罪由第212章第二條的謀殺 改為四十七師的殺嬰兒 至於第二條控罪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第132章第112條非法處理屍體 就維持不變 什麼原因要修改控罪呢? 主要是律政司經過考慮之後 認為殺嬰而不是謀殺 更加符合本案的性質 鄭大壯 你那邊需不需要就回新修訂的指控 跟你當事人商量一下, 拿指示 發公閣下, 我們已經拿了指示 不需要了 被告審運司, 請你站起來 被告審運司 被控於2014年7月11日 在深水埗北河街232號 一樓一個單位 張明初生應而失害 觸犯了侵害人生罪條例四十七師 以及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一百一十二條 非法處理屍體 對於以上兩項控罪, 你認不認罪? 認, 是我做的 押後兩星期拿金法官報告 期間還押屯門兒童及貞少年院看管 去哪裡?送來吧 不用了, 待會我老公來接我 謝謝你 剛才謝謝你 別這麼說, 要不然你 Dankon也沒那麼容易讓步 是因為我們你的腳充分 他才肯轉了好嘴 對了, 我想和你很久了 你不介意我直接問 為何你和Dankon這麼久還沒結婚 我結不結婚也不一定跟Dankon 那你也對, 一天還沒嫁, 一天還沒選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 這麼多索尼和監製 都不能嫁 很多事, 不可以勉強 很久了 說起來, 我應該要謝謝你 謝謝我? 要不是你, 我也認識不到現在的老公 所以我經常跟自己說 我應該不要再怪你 當初唱著Dankon 我應該要謝謝你 我現在才有這麼開心 再說, 其實Dankon是好人 雖然我們分開了 我也希望他幸福 女人青春有限 如果你真的想生嬰兒的話 就要早一點 希望跟他跑跑跳跳也沒那麼累 代溝也少一點 老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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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我介紹一下 鄭大廠Ashley 我老公Lawrence 不好意思 好, 我們去玩吧 好吧… 再見… 我們先回家, 下次見 再見… 再見… 那你除了覺得累, 有些作悶之外 還有什麼不舒服嗎? 沒有 Dr. Wu 我有輕度地中海貧血症 對孩子會不會有好嗎? 如果你擔心的話 我可以幫你抽羊水 驗一驗孩子的DNA 不過你現在還是懷孕的初期 即使是抽少量的胎盤組織 做DNA化驗 都會增加你流產的機會 是有一定風險的 我不是臨出門口的時候 叫你順手幫我拿著 多多的信出來嗎? 你有沒有帶出來? 都說明不明我帶你出來的 你到我吧, 我先去洗澡房間 好啊 法官, 這封信不是你的 不是這封嗎? 那封信就是 但是這封信是你看 心臟科、程醫生的報告 可能調錯了那封信 不如我叫我司機回去拿吧 一會兒幫你問一下 看看醫生是否適用 謝謝你 阿慧, 是的 那封信可能調錯了 是否你昨晚找的時候撈亂了 你已經很喜歡程醫生去檢查心臟 你遲著最近心臟沒什麼事才行 沒事, 我不用怕我 我搬進來 你是不是會換一間大房給我? 你想啊 煮一間餐? 是啊 這麼多雞翼, 吃不吃光 吃不完也要幫我吃 蜜糖的雞翼就是你的 苦肥雞翼就是花花的 香草味當然是Brittany Lincoln每次吃茶都要點滷水雞翼 不過不知道Quentin喜歡吃什麼 我知道, 他喜歡吃Buffalo wings 要吃嗎? 但是我不會做 不要緊, 我有家廚秘風 這麼厲害? 太好了… 好, 吃… 小心 好 好, 我吃了 因為誰看 這麼可惡, 叫人家上來 你這麼可惡 你和Lincoln 只顧不知道你這麼甜蜜 對, 工作吧, 大哥 對 怪不得知, 那次在餐廳不想我出現 原來就是想和阿花吃飯 吃蝦條 對 這隻我吃完了 好吃嗎? 加雞肉 你吃吧, 有一杯餐嗎? 吃到 這不是我家傳秘方的Buffalo wings 為什麼你會做的? Buffalo wings不是要炸嗎? 不是我做的 Giselle說這也是家傳秘方 醬汁也是她調的 大家嘗嘗 我加點嘗嘗嘗 不是, 我覺得我太霸道了 我知道 那裡當然有個隔壁 我吃了一些新的東西 對, 好吃 多一點, 白色的香味 比較香 你好, 媽媽 你看, 環境是不是不錯 上次家沒多好, 說法又要搬 我搬過隔壁而已 這些要去哪裡? 這裡 Quinton, 你又住在這裡嗎? 不是, 媽媽 她過來幫我搬東西 不是, 你又認識我嗎? 原來我這麼出名 媽媽, 我還要搬東西 待會再談吧 我還沒跟Quinton說完 我去收拾東西 我先去收拾東西 A&A手機器第二代 那個退績也是壞的 你怎麼會搬到這裡? 你怎麼能幫我搬家? 你怎麼搬家? 你這部電腦是我的 你說什麼? 你這部電腦是哪裡買的? 買了多久? 三個月左右, 忘了 但這款已經停賣了一年了 我知道了, 是二手的 我不管是二手還是三手還是四手 只是買電腦而已 又不是買樓, 是不是? 有信息嗎? 我去做什麼 我跟你們說 我聽到很特別 是泥屌 我不會想去 我去做這幾句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她們去做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你咬下去 這一句 你你叫做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我家裡會想要把你當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